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今天迎来了执政的十周年 朝鲜官方就公布了金正恩的新肖像 并且在朝鲜革命博物馆开设了金正恩馆 朝鲜10号在国家会议上公布了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新肖像 纪念金正恩执政十周年 官员一致鼓掌 军官更是向身兼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的金正恩的肖像进军礼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发表讲话 指金正恩终于实现了完成国家核电计划的历史新目标 而位于平壤万寿台 旨在纪念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革命博物馆 日前也新设斗争十七馆 又称金正恩馆 崔龙海等高级官员10号也到场参观 据朝鲜媒体介绍 金正恩馆设有四个展厅 通过照片 视频 各种讲话文本 曾下达的工作指示等800件史料 其中展示了自2016年5月 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 金正恩的执政成果 金正恩在2016年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宣称朝鲜为负责任的拥和国 并获得伟大领袖称号 据悉朝鲜还公开了庆祝金正恩执政十周年的新邮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